法庭上,原告LV公司代理律师将购买过程以及南京市公正处公众的两只皮包现场拆封 原告指出,这是两只假冒LV品牌的皮包 201年10月31号和2012年4月17号 LV公司先后从南京桃桃巷商虎王某处分别以800元和350元购得 而同款正品LV皮包的市场售价则为2万元和1万2千元 经现场比对和查验,何玉婷当庭确认 南京桃桃巷商户王某售卖的两只皮包却为假冒LV品牌的商品 LV公司认为,第一被告商户王某指甲售甲给LV公司带来名誉损害,以构成直接侵权 而第二被告南京桃桃巷购物商场,对进驻的商户应有管理及及时制止售甲的义务 却疏于管理,也构成间接侵权 LV公司要求两被告停止侵权,并承担50万元的赔偿责任 而第二被告南京桃桃巷商城,则认为自己对商户的售甲根本无责任 延贷赔50万实在是太冤枉 法庭上,原被告双方都同意可以就赔偿数额进行调解 何亦庭现场确认第一被告王某的售甲行为,侵犯了LV的商户